大家好,我是影子 今天呢,是我第一次做reaction视频 其实,我特别喜欢看reaction视频 尤其是一些B站上的up主会搬运油管上的一些reaction 像JRE啊,他们我都很喜欢看 有时候可能会一天只要没事就在看各种reaction视频 所以我就在想 我既然这么喜欢,为什么不就自己干脆也做一个呢 所以今天,我做了我的第一个reaction 希望有人能喜欢 所以今天呢,我们要看的就是 Icon Cony一定会很开心,因为Icon最近回归了 嗯,已经回归好几天了 嗯,应该说有一个星期吧 有吗?嗯,不知道 没有算 MV我已经看过了主打曲 Love Scenario 嗯,但是 呃,练习室的编舞 我还没有看 啊,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 先看Love Scenario的编舞吧 那我们三 二 一 啊 不错 嗯? 嗯? OK 差一点不行 啊 寒冰 其实在听开这个MV音乐的时候就这边像留声机一样的声音 我觉得很好听 觉得很好听 大哥 嗯,大哥声音真的好好听 嗯 巴逼 啊 这次歌很好听 这次的歌 我知道音源也很不错 今天已经是第十 第几天了 好 还是在以为 一会儿我去看一下 这是东赫 对吗 尽快 啊,声音好好听 嗯 嗯 啊,他们这个Vave 哎 哇 我第一次看他们的编舞 除了MV 第一次看他们的编舞 放松也没有看 这是大哥在唱对吧 大哥的声音真的 这点好喜欢 这点编舞 这个MV里面有转圈圈 这是尹亨对吗 尹亨 希望我们有把他们的名字给念错 YG组传结方式 你等我再说什么吧 我们的王妹 要结束了 还是流声机的声音 哦 哦 哦 好了 看完了 哇 这次感觉很 怎么说 这次的歌真的很好听 就像以前那个 那次 都是很轻快的歌 而且会让人很心控的歌 所以 这次的音缘那么好 是个那么久回归音缘还那么好 完全 怎么说 完全不意外 当然 当然 我觉得是他们这种努力应该得到的成绩吧 嗯 哦 我现在 我那天就在MeToo上看他们那个是 今天是第 我看一下 哦 到了到了 Oh my god 今天看了MeToo 今天看到 Icon Icon OQ 进行中 然后Icon 正式新专主打曲 Love Scenario 因缘公开 第12天达成PK 很棒 真的很棒 这个成绩 一直在刷新新历史 这是今天 我在 韩国MeToo Day上面看到的消息 嗯 这个过省之后会什么时候出来 应该是明天吧 那就是昨天了 因为我现在是 晚上10点18 10点多录的 嗯 总的来说 Icon这次回归 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 真的很开心 嗯 啊对 我还听到了一个消息 呃 今天也是韩国MeToo Day上面发的 呃 说是 老杨终于 用强硬的法律 嗯 手段吧 说要 保护旗下的艺人 的那些 人身安全 荣誉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 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嗯 我知道 我看评论了 上面有说 这个事情的起因呢 是因为 有康尼 在老杨的那个 推下面说了 反映了这个事情 就是粉丝 嗯 对于那些 伤害 Icon的那些言论 嗯 很难过 很生气 所以希望能够管一下 嗯 所以老杨 嗯 给了这个回应 当然 呃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呃 或者说是 不是这个原因 都无所谓 重要的就是 现在老杨说要保护旗下艺人 不管是 我们 Icon也好 还是其他的艺人也好 嗯 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嗯 对 嗯 嗯 好了 今天呢 那这个reaction就做到这里了 嗯 这是love scenario 谢谢大家的 观看 嗯 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嗯 第一次做reaction视频 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也很紧张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